我自己猜啊 没有 我自己猜 你们不能帮忙猜一下吗 没有工具 工具没有怎么猜 你们不能帮忙猜啊 自己猜的 自己猜的 你们有工具吗 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自己猜 不能吧 那个人都跟我说是你们猜啊 哈喽 大家好 今天是7月18号 我终于到了成都的双流机场 说实话以后我要有钱 绝对要换一个大城市 这样交通就方便太多了 我总共来到这儿用了两天的时间 我先从我家到我们市里的客运站 再从我们市里的客运站到长春客运站 再从长春客运站到长春火车站 再从长春火车站到龙家机场 长春机场 再从长春的机场到上海普通机场 再从上海普通机场到上海红桥机场 再从上海红桥机场 就到这儿了 我就整个用了特别多时间 哎呦 就很累 你知道吗 现在就很累 现在我这个环境 对 这个环境就是双流机场 成都的机场 在从浦东到虹桥的时候 因为时间上估计错误 差点没赶上飞机 现在看起来我好像不慌 但其实那个时候我都已经绝望了 看我满头是汗 我是从浦东干到虹桥 我本来以为我已经不感叹了 因为我最开始认为我十分钟就可以到这两个机场之间 然后 然后 结果花了接近两个小时 然后我飞机买的就是两个小时之内的 然后是四点二十的 差点没赶上 结果到这里航班延误了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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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我 我以为我要在上海待一天 然后再出一份机票前 一路跑全上汗 江辣江赶上 他也汗波延误了 要不然也能赶上 跑了一路 全上汗 点子真好 然后我们的 就新的魔旅 启程啊 就是在成都 ok 那我们明天见 今天我要好好休息一下 那就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我们把时间往回倒一倒 2019年结束了318和北疆的旅行后 因为受到小池的影响 我决定尝试魔旅 说实话 摩托车这东西我一直都是抵触的 因为小时候亲眼见过车祸 当时摩托车驾驶员 腿都掰到后面了 但网上越来越多的魔旅视频 不断的影响我 那种自驾游给不了的自由 让我最终战胜恐惧 决定试试 2020年 我决定骑摩托车去阿里走一圈 但谁也没想到 疫情突然就在国内爆发了 截至24号24时 我国累计报告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1287例 其中重症237例 死亡41例 4月份的时候我在本地的家校报名 结果拖到了6月份还不能考试 如果再拖回去 可能就得冬天进藏了 那对于母理来说 绝对不是一个好时间 所以经过网友的帮助 我决定去重庆考驾照 因为那里当天考试 就可以当天掐证 于是我在6月18号飞到重庆 在6月20号就成功拿着驾照 去长存的宝马4S店提车了 那眼前的这辆 就是即将陪我去阿里的伙伴 一辆宝马的310GS 在去考驾照之前 我从来都没骑过摩托车 所以我是新到不能再新的新手了 提车当天也是发生了人生中 比较经典的一幕 十连席 又欺负 又欺负 有在1在2 绝对不可能有在3 在3 在4 5 6 7 8 9 10 我绝望了 其实不止10次 我查了应该是12次 不过我最终还是安全到家了 那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一直都带熟悉这辆摩托车 同时我也对它进行了改装 除了封挡和护手 剩下的配件都是来自GSADV的 有三箱保险杠 大灯护 加大脚撑 随央货 那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安装的 因为他们安装起来还比较简单 还有一个就是GSADV的车把架高 这个对我来说有点难度 是我找本地的摩托车修理铺安装的 全都准备好后 我又去长春把车物流到成都 那这次和骑行一样 还是从成都出发 所以我人现在就在成都了 现在我是已经到了 就我去我车的地方 就是这边的一个物流园 然后我坐了三号线 整整坐了一个多小时 太远了 成都我觉得今天天气还挺好的 这边 阳光挺大但是挺晒 温度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我去年骑行的时候特别热 今年感觉这温度还可以 然后现在我们再坐一个公交 就可以到物流园了 赶紧去吧 一会还要去保养 我的车手保是在1000公里 之后每7000到8000公里保养一次 物流园是在成都的东北角 而机场是在成都的西南角 所以这个距离还是有点远的 成都不止一个物流园 所以大家发车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 我现在就已经到这个 成都东北方向的这个物流园了 叫川红产业园 然后我的是在7栋三自物流 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下 这个是6 那前面那个应该就是7 三自物流 哎你好我问一下是三自物流是吧 我来取货上哪去 取货 对 好 长春来的 刚打刚打电话 摩托车 我们先看一下货 对 你刚才过来的时候看到货没有 没看到啊 那你去那个 你看到那个黄色的那个运达的乡车没有 你找那里的那个叉车师傅 沈阳县的叉车师傅 你说你看一下货 它那个一个摩托车 但是你不能拆包装哈 哦是 你就就在那边 就在那是吧 对 你这个摄像头走 啊 你这个摄像头 对摄像头 我们先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木箱 外观是不是完好 然后再欠收 因为我这个是道夫 如果这个 外边木箱保存的不是特别好的话 可以 压一点运费 这是长春的那个人告诉我的 哈哈 先来看一下 哎你好我想看一下一个摩托车 然后沈阳来的 那摩托车 打开什么什么看 但是那个打了木箱的 啊对 我那箱在哪了 箱在那边嘛 你就把单子办好嘛 那箱没损坏吧 没有没有 你把单子办了我们就在你一起了 行好 啊 行 哎呀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好说话啊 他不想领我去看 他说没啥好看的 哎就这么地吧交钱吧 完了之后 咱就把车开回去吧 然后我就回到屋子里面把钱交了 他给了我一个取货单 我这个办好了这给谁 哎 我这是在下面还是在上面啊 上面啊 上面啊 下面 哦 能帮我插一个凉快点的地方吗 对 有一个阴的地方就行 我得收拾收拾 哈哈哈 谢谢啊 那个木箱吗 啊对那个木箱 是那个吗 那应该是这个 哦那应该是这个 那直接在这拆就行吧 是吧 啊对是我是我是我 是我是我 就这个车吧 啊对就是这个车 嗯 我自己拆啊 啊没有 你们不能帮忙拆一下吗 我没有工具 工具没有这么拆 啊你们不能帮忙拆啊 自己拆了 自己拆了 啊哈 你们有工具吗 没有 什么都没有自己拆 不能啊 那个人都跟我说是你们拆啊 啊我操 我还谢谢这那我干懵了 他要我自己拆 这我怎么拆 说实话我当时是真懵了 那物流之前也没跟我说要我自己拆 然后我现在也没有工具 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然后我就决定先给物流的客服打电话问一下 是不是真的不给拆包装 喂 喂你好 这个我是刚才踢摩托车的那个 嗯 他你们这不帮拆开吗 那你肯定是你自己拆呀 我们不能拆的 我们不能拆拆客户的包装 不是我都到了也不能帮拆吗 你不拆我怎么知道里面有没有坏啊 你只能你自己拆一下啊 只能我自己拆 就是因为我们是不能给拆包装的 就是你们没着服务呗 我们这边互相是完好的话 你景量化料的话也许要结识 要早发过人物流 啊就你们完 那行好 嗯好 我彻底绝望 你们能感觉出我刚才笑 他是非常尴尬的笑吗 就现在整个人是懵的 他不过拆我怎么搞 我后来是真没有办法了 这箱子我要是一个人拆的话 没有工具 根本拆不了 还是得找人帮忙 然后就看见刚刚的大爷在装货 我觉得这是个机会 师傅那啥呗我帮你装吧 快一点 完了一会儿你再帮我装 完了咱一会儿也给 就麻烦你了 然后肯定得帮给点辛苦钱 行不行师傅 行行行行 行啊 我也帮你装 那不咱能快点吗 我那个实在是整不了 麻烦了师傅到时候啊 这个就是运动成都的吗 然后我就像这位师傅一样开始装货 正经在这干了有一会儿 这老大爷一看就不是特别会表达的人 要不然最开始就光要要钱了 我也不是特别会表达的人 刚刚我说给钱的时候 就是找不到很好的词汇 怕形容错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感叹一下 平时多交流真的很重要 这边的工作搞定后 老大爷直接拿了一个撬棍出来 一个够吗 这个去去吧 啊 垂直抢啊 没垂直这么抢 对 行啊 这天真热啊 时候你就本地的呗 是吧 你是哪里撒赢的啊 啊 你撒赢啊 对我是吉林的 就刚才那药在那儿来 我就跟着来了 哈哈哈 哈哈 这这完了 对来玩来了 哈哈哈 然后我以为这边它是能拆呢 然后它也没跟我说 一下懵了 你说不能拆 那这箱子我也没整 我也整不了 哦 是不是从下边敲好笑的时候 你看下边它有洞 是不是啊 对对对 它有洞了 你对这翘下的 对对对这边好笑 四个角一 哎师傅四个角一敲动 咱俩一抬就起来了 是不是 对四个角一敲动 这箱子不能抬起来吗 咱俩抬起来不就完了吗 对那边那角的一翘 行 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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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来起来 一二不行不行 我这边好像没翘起来呀 啊 我这边抬不起来呀 有翘丢啊 对 还差点 然后这个师傅又过来 帮我翘一翘我这边 然后这个师傅又过来帮我翘一翘我这边 因为当时他翘的时候还有很多钉子都残留在这个箱子上面 就害怕一台的时候把我车器给刮了 这样如果你出二手啊 他就不是特别值钱了 而且你也非常心疼是不是 所以我们这个拆箱方法不算是非常正规的 然后大家如果要是把车运过来的话 一定记得要找非常正规的工具啊 不然的话只能像我们这样 反正我当时还是挺担心给刮到的 把盖子拆了之后车还是整不出来 还得把箱底的架子也给拆了 最终也是在大家的帮助之下把这辆车推出来了 那最后我也是给了这个师傅二十块钱的辛苦费 钱不多聊表一下谢意 就我这车算是拿出来了 然后整个来说外观都还可以 然后唯一就是拿起来让我一下有点伤心的 就是我让那老大爷说帮我把两把边箱 就那两个箱子给固定到这下面 让老大爷没给我固定直接给我塞在上面了 你就放心嘛 太伤心了 还好就是整个车这边看起来没啥问题 但是边箱就是稍微和保险杠有磨差 保险杠就插在这了 这个地方保险杠插这了 然后边箱就是这个位子被磨的比较深 然后其他地方的话我就目前还没发现哪出现了什么问题 可能也是因为我这个车现在有点脏 一会我们再检查一下 然后我们先收拾一下赶紧去赛斯店 然后到赛斯店上他给我看一下 正好收保嘛 然后换机我再给我检查一下 现在我就赶紧收拾一下 你要一起录 对这样两个就能一起录像了 就是前面也能录 然后这样的后面也能录 都能录了就 看 能看着我吧 能看着我吧 看着看着 就当了录像了 你这这时候五六八五来的 这个磨的差 有碰了的了 没有啊 稍微碰一点香的碰 香的碰到 香的碰到 刚好还行 他碰到里面碰到了 我应该从唱水发来的 唱水发来的 这多少钱这个磨的差 发来740 像你们的时候那个 你们装车你是一车就多少钱 他们给他 对对我们的 我们的 他手的花吧 他就花他手了一会 这个车啥 是什么装车 别换啊 那你们你们怎么给他报价啊 也是按重量给他报啊 我们按重量 就是不超49斤 你这准备上哪去啊 去西藏那边玩一下 你一个人啊 我还有队友 我们也一块走是吧 对一块走 上那边快到队啊 哈哈哈哈 是啊真是 太行吧 主要是看见这个精进 现在和我这家又去西藏了 哈哈哈哈 是啊 什么时间多啊 跟出发 过两天走 这两天等下队友走 你们有假的了是啊 不是 就是跟网上约的 嗯 这两天呆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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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 是罚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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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和队友都进行 对 一起去出发了 对对对 走一条 像我们直接弄吧 啊行 哈哈哈 刚刚收拾了一下啊 然后现在时间是 三点 就不知不觉就三点了 然后不得抓紧去那4S店了 呃 你们看到那个头这儿没有 是因为我忘记放哪里了 应该还在这车上 然后去4S店赶紧做个手保 嗯 今天多办点事儿 现在我们就出发 哈哈哈哈 后一天密习突然歇了 我也要吗 他都没打黑我 找着我就直接走了 然后左左 走 重复留完到4S店 差不多用了一个小时 说实话这段气情 体验真的不是特别好 红绿灯容特别多 哎 这场景怎么感觉 似曾相似 哦 终于到了 我走了差不多能有两个小时 哎呦这程度乱个凿的我感觉 我感觉成都乱个凿的 主要是因为这导航一会儿给我搞到就是三环那一块的那种快速路啊 然后上面起一会儿就显示说我的车不让走 然后就下去 然后就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所以我就感觉成都交通有点乱 你好哥 呃我是来做书保 嗯是先和我们联系过是吧 对联系过对 好 我怎么走 呃把车停下来吧 就这下面吗 对这下去 你帮他给我 好 好谢谢啊 就直接下去就行是吧 嗯就拨袋下去就到了 啊好 你车要洗衣服吗 哦你是带了 带就是带油了 几率那个有吗 有就只有几率 我们手保还有什么呀 就只有保养 啊 手保就只有保养 只有几率 两瓶只有一个几率 然后还有一个电刷 放油螺丝 所以您是在里面 我现在有几乎几率 电刷没有呢 有那个绿型 那应该没有刷 你看一下他有没有给你装那个电刷 那个链条我没放上了吧 一起刷的 链条保养 对 对对 然后这个保养是315 链条保养是90 405 然后还可以加个电刷 对对对 400个电刷 18块钱 然后我顺便多少钱 315的90 405 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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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这是吧 嗯 手振的都不会写这 现在有了 邮个您电话 186 那这些东西可能要取下来 全都取吗 嗯 因为待会儿你洗那条 王师 今天帮我们的美机十个一条 使得招握 三箱要拿下来吗 拿了吧 行 拿了吧 拿了吧 你偏偏放来就 行行行 这次手保是自己带的原厂机有几率 然后4S店收手工费 这种比直接去店里手保 又便宜一个200左右 咱们这是怎么付钱 待会儿玩在楼上锁 行 哥 你医生坐会儿吧 行 那我就直接上去了 可以吧 行 上去后我发现成都的这个摩托车4S店 它是独立运营的 不是和汽车在一起的 空间相对来说就要大一些 至少比长春的大 而且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也比长春好不少 长春给人的感觉就是 你买他的车是你的荣幸 成都给人的感觉就是 他把车卖给你是他的荣幸 本来今天是打算把车骑走的 但是晚上约了一堆成都的小伙伴 实在是等不到保养好 然后明天再来取车 对然后我就拿个背包走 所以就都放这就行吧 对对对我给你 是里边吧 我也拿 今天早上您大概啥时候过来 你们今天开门呀 9点半上班 那我10点多吧或11点左右 上午肯定来 好 凑过早高峰这好 凑过你们这早高峰吗 嗯 10点就好 对 对 因为星期一也很多 对啊 所以我凑过 你们早高峰几点呀 就 10点结束 星期一可能很多 可能要早到9点多多 那我就10点多吧 你10点多 凑过早高峰这好 对对 11点 我这个还能帮忙检查检查 能有毛病吗 就是大概检查一下 对 因为 诶 这个 你比较还要精湛吗 对 自家从今儿期 什么样的给你 绑了 啊 几十四 三百 三百号 还剩是吧 剩我就不要了 对 对我也不拿了 对 是不是一万公里保一次就行 嗯 最后就是一万 一万或者一年之后 进一年是七千或者一年 行 我想那个 跑完 西趟就跑去保一次 嗯 差不多 可以 可以 差不多 跑完 行 这一趟 好嘞 那就麻烦你们了啊 然后都帮忙检查一下 我就帮忙一舌那路上 他就要给你检查 嗯 就给你做个车量检查 对对对对 那一趟 那一趟是舌的话就是啊 是 是 然后再给你洗个车 再打个那一趟就 嗯 哦 也能帮忙洗个车啊 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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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路跋山泄水过来 对 那家那边有修路对 然后就 就那啥 呵呵 就特别脏就发过来了 没洗 行行 那我就被那个班走了 嗯嗯 行 麻烦你了啊 哈哈哈 这一次我和成都的小伙伴约在一家火锅店 应该是成都比较火的连锁店 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标 现在要排队吗 叫号吗 要 对对 七位 六六六七个吧 我先叫了个号 大概十多分钟应该就可以进去了 我去的时候才刚刚六点多 这家店就要排队了 不过还好啊 还没到十分钟我就进去了 刚坐下不久陆陆续续就有小伙伴到了 哎 先握个手啊 握握个手 你是哪个 这是刚刚在群里说那个 在群里说那个 哪个 这个 哦哦哦哦 可以可以 这里就找我是吧 你好 先握点茶吧 咱现在能来几个人啊 应该是六个吧 咱今儿等他后来这点也行 你们来这点嘛 对 你知道吗 我昨天住在这边 昨天住在这边 今天结果干得了 哇那也太巧了 哇 喂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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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我倒我了 哈哈哈哈 他跟电视上一样 哈哈哈哈 倒得太突然了你 哈哈哈 你是3S店那个是吧 哦 3S店那个 就在刚才你那 今天给成都逛了一圈 东北角 今天那是西北角 我都给你算了 你整个都跑遍了 对整个成都我就是 他一个角是全都干变的 汽车在这边 对 好想在这边 对 住的在那边 是吧应该是吧 是吧 你看这手机 你看他发街道消息了 是后面那个 后面那个 哈哈哈 是后面那个 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两个是吗 不是不是 那也不是 哈哈哈 还真吗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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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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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你好 这个也是 哎哎哎哎 挺好你好 你俩你俩你洗劲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怎么做 来 走 哈哈哈 哈哈哈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第一次比较大型的见面 哈哈哈 我四月份 四月份到成都了 啊 你是你不是 我就是在这住特别久了 没有 对对对对 你是先来的定居了 对对对定居了 我可这边四月份来的 这边定居四年 哈哈哈 后天四年 后天 那你蛮久的 蛮久的 我告诉你我怎么到 怎么到这边来的 我是2010年啊 跑来骑穿档线 啊你是骑了之后 骑了之后 我就觉得成都店家特别好 嗯 然后我就说干脆咱们想着 我在这买房子吧 哦一会儿房子就很便宜 才一万 我再生成 六万到八万一匹 你就生成过来的 对啊 然后今天才一万 我就北京过来 原本今天应该是有六个小伙伴到的 但是有一个小伙伴突然要加班 所以今天会有五个小伙伴 那现在已经来了四个 还差最后一个 那现在这个小伙子他是成都本地的 他打算今年也去挑战一下穿帐线 我们在这里聊的正嗨 突然最后一个小伙伴也到了 终于今天晚上所有小伙伴都到齐了 哇 这感觉真的是太棒了 就一个人突然来到陌生的城市 总会有这么一群可爱的小伙伴 让你觉得这个城市是欢迎你的 好 大家好 我是Guru的粉丝 网名叫牛搞 然后今天参加Guru的 应该算是接风 行程的接风会 好吧 下一位 好 下一位 有点紧紧紧他 哈哈哈哈 大家好 我叫张绽华 16年来到成都 然后就是在网上在B站看了 沽路哥的那个飞渡新疆行 特别有感触 今天在这里聚一下 非常的开心 也祝Guru哥 这个过两天骑行 一路顺风 大家好 在下北军 也是一名阿富佐 只是兼职 不是全职 然后也是Guru哥的老粉 几千分就开始关注了 他们Guru哥 贼搞笑的 然后开始关注还是有意思的 然后也是关注Guru哥 然后开始关注情理什么的 然后看他们一路走到现在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不错 哈哈哈哈 走起来 咱们把这边走 秀一下 哈哈哈哈 贼他妈贵我真的是福了 为了见Guru哥对头发88块钱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Guru哥的粉丝小张 成都本地的 看了Guru哥的穿帐行视频 我感受不深 然后我今年8月份也打算骑行穿帐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坚持下来 反正骑到哪儿是爱哪儿啊 干就完了 来都来了对吧 对对 来都来了 大家好 我叫鲁星辉 家是乐阳的 然后来成都这边 刚工作一年多 就刚毕业就过来了 然后看Guru哥是从大三的时候看的 就天天看 因为就感觉Guru哥这个人啊 他突出一个真实 特别真实 我就特别喜欢 然后刚好他这一次过来了 然后我就在评论区下面说吃个饭吧 结果就过来了 我感觉挺好的 我感觉线下聚一下还是比较好的 一顿饭的时间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大家也没有了最开始的相无客气 而我也最直接的感受到了来自成都的热情 真的非常感谢这五位兄弟 最后我们也是非常高调的 在店门口合个影 好 那咱现在就 再见呗先 就再见呗 然后大家都赶紧照一回来注意安全 都注意安全 对对对 都注意安全 如果你实在没啥的话 可以联系我 到时候我们可以开个房 哈哈哈哈 让你住这儿 别别别别 别花费太多 第一次来成都的时候 是和一个朋友见面的 那这次一下子变成了五个 我平时不是一个交流能力特别强的人 以前工作的时候朋友也不多 想要认识更多的人 也是我离职的原因之一 那自从做了视频 好像全国我都有认识的人 虽然有的我们不曾见面 但山不转水转 我们一定有机会见面 朋友 好 好 终于这个摄影都可以了 好 好